中秋也花好月圆,普天同庆,和家欢乐,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团圆和喜庆的气氛中,很多平时忙成空中飞人的明星们也不例外,演技女星李小璐,也特意发出一张家庭聚餐照,并配文祝大家月饼节快乐,画面中12道大菜非常丰盛,包括香辣虾,炸猪蹄,和糖小炒,烧鸡,干边采花, 蒸和馅,紫菜沙拉,烧姜豆,粉蒸肉,芥兰炒肉,炒肚等菜肴在内,看上去色香味俱全,好吃却不奢华,非常的接地气,网友看到这一桌烤菜也是非常的开心,分分留言表示李小璐一家,能够在中秋夜团圆真的太好了,而且从菜品来看,应该都是属于东北菜系,连想到加奶量本身就是哈尔滨人, 这一桌好菜,非常可能加奶量亲自下厨,犒劳平时在家辛苦带孩子的爱妻,家人共度中秋,享受这难得的团圆之夜,演员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行业, 加奶量在李小璐生下女儿甜心之后更是事业新爆棚,忙到马不停蹄,演戏,投资,开公司三线启发,还牵了很多演员做经纪,事业忙到飞起,虽然钱赚的不少,却不得不面对一家人至少离多的局面,李小璐在家照顾女儿,男主外,女主内,都非常辛苦, 现在,在中秋佳节之际,能够聚在一起,甜甜美美的喝上一杯,真的是非常惬意,对于女儿来说,也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一天, 有信心的网友发现,李小璐在微博和INF上发的照片竟别不同,前者经过抬切之后,桌子上只有一个杯一个碟,而在后者上面的图片是没有经过抬切,桌子上多了一个碟,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暗示这顿百擦,是一个美妙的二人事件呢? 而从桌子上杯子里一次有发酒,这杯酒应该就是爱喝两口,的奖买量的专用杯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